本周,副行长保罗·比奥德瑞在演讲中表示,央行需要努力确保通胀预期不会在更高的水平上变得更加更深蒂固,并且通过连贯清晰和可理解的公开信息表明,央行仍然专注于其2%的目标。 在比奥德瑞发表讲话前的几个小时,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8月份的年通胀率从7月份的7.6%放缓到7%,比奥德瑞表示, 虽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这仍然是太高了。 他补充道,央行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恢复家庭和企业的价格稳定,并保持加拿大人对能够完成任务的信心。 两周前,以央行行长蒂夫·马克勒姆为首的政策制定者将基准隔夜利率提高了75个基点至3.25%。 较3月之前的新冠疫情时期,紧急低点整整高出了3个百分点。 经济学家们预计,他们将在10月份再次加息。 比奥德瑞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企业越是相信通胀会下降,那么通胀下降的可能性就越大。 防止通胀预期脱锚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在不付出那么多经济代价的情况下遏制价格压力。 他表示,这就是直接、有效的货币政策沟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可以帮助指导和协调这些困难的推理过程。 然而,比奥德瑞也承认,鉴于通胀率远高于目标水平,而且其发挥轨迹正存在不确定性。 加拿大将通胀保持在目标水平附近的经验法则正受到严峻的考验。 他同时谈到了政策益出效应。 他认为,重要的是了解各个国家的政策选择,如何能够共同决定刺激全球措施的总体水平,并且考虑这一水平是否合适。 随着新冠疫情期间的刺激措施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最终结果是,在从新冠疫情当中恢复过来的阶段, 全球刺激措施撤出过程更快一些,很可能可以使所有国家变得更好一些。 财政政策以及支持作用的货币政策,在新冠疫情期间防止了更加糟糕的结果,维护了私营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本周,副行长保罗·比奥德瑞在演讲中表示, 央行需要继续努力确保通货预期不会在更高的水平上变得更深提过, 并透过连贯清晰和可理解的公开信息表明, 央行仍然专注于其2%的目标。 在比奥德瑞发表讲话的前几个小时里, 加拿大统计局法部的报告显示, 8月份的年通货膨胀率从7月份的7.6%方缓到7%。 比奥德瑞表示,虽然正潮注正确的方向前进,但仍然太高了。 他补充说,央行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以恢复家庭和企业的价格稳定, 并保持加拿大人对他们能够完成任务的信心。 两周前,以央行行长蒂夫·马克罗姆为首的政策制定者, 将基准价值利率提高75个基点至3.25%。 较3月前的新冠疫情期间紧急低位整整高了3个百分点, 经济学家预期他们将会在10月再次加息。 比奥德瑞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企业越是相信通胀会下降,通胀下降的可能性就越大, 防止通胀预期脱锚将会有助于政策制定者 在不付出那么多经济代价的情况下压制价格的压力。 他表示,这个就是直接有效的货币政策沟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 可以帮助指导或者协调这些困难的推理过程。 然而,比奥德瑞也承认监于通胀率远高于目标的水平, 而且其发展轨迹存在不确定性, 加拿大将通胀保持的目标水平接近的经验法则正在受到严重的考验。 他同时谈及到政策益出考验, 他认为,重要是要了解各个国家的政策选择, 如何共同决定全球刺激措施的总体水平, 并要考虑这个水平是否合适。 随着新冠期间的刺激措施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最终的结果是,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的阶段, 全球刺激措施撤出过程更快一点, 很有可能可以使所有国家变得更好。 财政政策以及支撑起作用的货币政策, 在新冠期间防止了更糟糕的结果, 维护了私营部门的资产负责表。